嗨,你好,我是劉奶爸 在LINE的官方帳號2.0更新之後的相關問答與重點整理 在這一篇會快問快答的方式 來講述一下在2020年的2月14號之後 已經開始強迫升級LINE8成為LINE官方帳號2.0 預計在3月中的時候會全球升級完畢 我們先來看第一點 集點卡升級後會消失後請提前把它用掉 第二點,一對一聊天功能官方功能是免費的 如果安裝外掛程式的話 使用了Push API的穿接方式的話 一對一的聊天功能就會收費 如果外掛廠商使用Reply API的話 那一對一聊天功能仍然是免費 第三點,在2月份手動升級的時候 仍然是群發吃到飽 升級的時候你要選擇方案,但是它不會扣錢 第四點,搜尋LINE的官方帳號管理後台 就能夠找到Web版的後台 第五點,APP你就搜尋LINE的官方帳號下載就可以找到 第六點,有被藍式認證的帳號才能夠搜尋名稱 就可以找到這個帳號 第七點,一則的意思是說 三個泡泡框或者是用多頁訊息 最多可以有九頁 串API的話可以有五個泡泡框 官方的話只有三個泡泡框為一折 第八點,編輯好友的名稱不再收到5000人的限制 第九點,搜尋好友的關鍵字可以包含 對話過的內容和標籤 這個很不錯 第十點,傳檔格式不受限制 不再需要加個人帳號才能夠傳檔囉 第十一點,預設訊息並且分類可以用在常見的問答 開車的時候還蠻好用的喔 第十二點,機制本可以對該客戶詳細記錄處理的狀態 指線管理員可以看到,客戶不會看到 而且會顯示編輯者的管理員的名字是誰 第十三點,可設定為垃圾訊息 就不會再收到客戶的訊息囉 因為有些人一直傳奇怪的東西過來 所以你可以把它擋掉 第十四點,歡迎訊息要帶入Nikname 就是它的綽號 即時預覽和手機的畫面都會長得一樣喔 第十五,吉典卡用QR Code的分享之前不好用 現在新版可以產生分享的網址可以讓你去做轉貼 第十六點,又會卷分享的網址可以選擇Twitter、FBI、IG等等 讓小編可以統計每個平台不同的點擊率喔 這個比較方便一點 十七,ABtest的好友數要5000人以上才能夠使用喔 收到過的被測者不會再收到第二次的群發訊息 第十八點,可以顯示以開封的數量和點擊的數量喔 第十九點,看完群發影片的人數可以做統計囉 第十點,可以去做開封和內文連結的點擊統計喔 二十一點,100個目標好友以上才能做分中的功能群發喔 二十二,真的開封但是沒有點擊的人呢 你可以再把它發一次群發,請他點擊打開 告訴他有時間限制,讓他去打開 第十三,針對已經點擊的人呢 再發給他請快點使用優惠券快到期囉 快音快打的影片就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看得懂的人就知道我在講什麼 如果看不懂的人呢,請趕快分享這支影片 讓這支影片的點擊數量超過1萬 那我就會把下一支已經錄好的詳細的影片呢 上傳到這個Youtube的平台喔,掰掰 再見 再見